我是杰西 这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粉丝让我挑战一下空头武器AMR吃鸡 但是这个武器出现的概率实在太低 连枪两个空头一无所获 现在剩余人数不多 眼前的超级空头应该就是我最后的希望 三四零方向应该还有一个伏地魔 三号 这太不小心了 二号已经阵亡 现在实在伤不起了 看血条 我还能扛几枪 三号应该还有的就 腰包方向枪声 不出意外 真是碰到劝架的了 AMR已经到手 现在距离安全区超过了1500米 必须抓紧时间进圈了 见鬼 没有 真是可惜了这辆好车 天空蓝一直是我喜欢的颜色 一路火花四射 这次没有闪电 毕竟轮胎包了两个 我也不能强求什么 好在队友已经安全进圈 我也就放心了 轻轻的我来 正如我轻轻的走 告别了队友 我重新回到了这片战场 只不过 这次只有我一个人 毕竟接受粉丝挑战的是我 绿战绿掰我能接受 但是客队友这个锅 我不背 也别问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想想都心痛 空头就在前边 现在我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不想死 就躲远点 有车声 各个都是三级头 真以为我手里的Ska是摆身吗 一梭子下去 你们谁也扛不住 三级头 三级甲 当然还有我最需要的AMR 终于能够继续粉丝的挑战了 虽然子弹少了点 但是我是谁 弹无需发 一枪一个 说的就是我 根据资料显示 AMR的伤害 理论上比AWM略微高一些 但是作为一把反器材枪械 AMR还拥有穿透载具 和载具残骸的能力 可对载具内或载具后躲藏的目标 造成穿透伤害 理论上四到五枪 就可以打爆一辆完好的载具 可惜 现在我就一个人 获利摇车就别想了 但是堵桥还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 根据我多年堵桥的经验来说 一般冲桥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停车交战 要么就是直接冲过去 不管是哪种情况 对于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特别是今天拿到了AMR 人机 不对 屋顶还有一个 此地不宜久留 我先撤了 咱们桥对面见 现在还剩三十多名敌人 想要进圈 这里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让我想想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专业堵桥二十年 从未失手 提前预判走位 就是现在 怎么没人告诉我 后座力这么大 三枪命中两枪 就算不死也残了 六倍AMR 还没我的四倍Scar好用 本以为能够一箭双雕 没想到就打下一个司机来 不过也好 最起码车子停了 也许这才是AMR的最佳使用场景 子弹还有五发 留给你们的机会不多了 现在封烟 晚了吧 子弹还有四发 保守估计应该还能干掉两个 想要挑战AMR吃鸡 估计有点悬 毕竟打完子弹的AMR 还不如一口平底锅好用 咦 还有星星舔包 98K 螳螂不沾黄雀在后 我这是被钓鱼了吗 我是杰西 我还会再回来的